好,开始新的一章,技术方案设计 在开发之前呢,肯定要先比划,先设计一下 我们到底做成什么样子 到底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去把这个东西一步一步实现出来,是吧 就是这个技术方案设计呢 是我们在做任何一个项目 甚至是做任何一个功能迭代的时候都需要做到一步 其实还有很多步骤需要做 就在项目中,比如说那个需求评审啊 设计评审啊这一些 工期排不定啊这一些 但是这一些呢和我们开发和我们程序员的这个技术相关性呢 不能说没有啊,是稍微小一些啊 但是技术方案设计这个呢,和我们程序员相关性非常大 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做 所以说我们要比一下我们这个微博这个实战项目 到底要怎么一步一步的做出来 我觉得三点比较重要 最重要的三点,这三点也适合于你做其他的项目 第一点就是架构设计 就是这个东西的架构是什么 就是模块怎么划分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层次关系 有什么样的先后顺序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引用关系,连接关系等等这些 架构设计 然后页面啊,就是模板路由和API的设计 你这个系统到底分为多少个页面 就得知道是吧 哪个页面到底是通过哪些模板组成的 它是什么样的路由,就知道是吧 以及这个系统中后端需要起工尾程的哪些API 就知道是吧 比如说有个API叫什么关注啊 有个API叫取决关注 有个API叫什么加载更多 又有个API叫登录要注册 等等这些 然后呢是数据模型设计啊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在存储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划分 比如说我们要建几个表,对吧 然后这个表和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说得通过这三个方式呢 第一种方式就是总体的一个架构 一个架子 第二种方式就是一个真正的页面API 稍微细节的东西 第三个方式就是我们把数据这个呢 规划在盒里的存起来 能不能存乱了,对吧 这三个东西设计完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再继续开发 就有了方向啊 至少是不会乱 细节上我们可能考虑不到 可能会犯些错误的 但是至少整体的方向上我们不会乱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方案 就是看似稍微有点麻烦 但是它是比较细节的 不会影响整体的一些方案 这个我们就不在本章来讲了 我们到时候随时用到 随时在讲吧 这个就是S功能如何实现 这个是偏前端的,对吧 我们现在讲的是 诺德杰斯的后端的东西 其实跟这个有关系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S功能呢 就是我们在微博这个项目中 有比较正维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这儿也不能说 一点都不讲 我们会在用到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说 这块我们是用了一个 这块的一个插件来实现的 当然也要结合 我们后转返回一个接口来去实现 所以说还得自己去 把这个插件拼捞一下 才能把这个IT功能做下 这个功能呢 它是个比较细节的功能 所以说什么时候用到 我们什么时候在说 我们本章先不讲它 另外一个就是图片上传 图片上传呢 它可能好的同学也都没有做过 也都很想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图片上传确实不是 技术方案设计这块 应该去讲的 因为它只是个单独的功能而已 这两个有点类似 所以说 Test它比较麻烦 你不知道怎么做 需要设计一下 但是它确实是不需要设计的 它是个单独的功能 什么时候用到 我们时候会再讲它 OK 重要提醒 大家注意 就是该部分 也就是该章 可能比较抽象 听不懂没关系 能懂多少顺度多少 就是 技术方案设计 一直比较抽象的 所有的设计都是比较抽象的 所以说我们做编程 做开发 其实你说不管是你自己跳槽找工资 还是说你自己的在准备晋升 包括你自己的能力的水平的成长 什么这些 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我觉得做程序员的进步 就是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 就是能把要做的东西抽象出来 那就是你的一部分能力 对吧 你能把多大的东西抽象出来 那就是你多大的能力 对吧 你如果能把一个公司的东西抽象出来 那你就是个公司的CTO 你能把一个部门的东西抽象出来 那你就是个部门的家务师 你能把前端的东西抽象出来 那你就是前端的家务师 后端你可能管不着 所以说你能抽象多大 那就是你的能力有多大 至于具象能力有多强 具象能力基本上是刚毕业的几年 才需要掌握到能力 越往上就越需要抽象能力 所以说我们正好借此这一章 讲一下抽象的东西 看大家是不是能听懂 听不懂也没关系 我觉得不可能百分之百听懂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画的 对吧 我画的按理说只有我能懂 别人怎么能懂呢 别人只有把这个课程做完之后 才能真正懂 说我画的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如果别人没做过这个系统的话 我拿出去讲 可能是能力比较好的人 可能他能看有大部分 但是能力稍差一点的人 他可能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做了一些抽象的设计 你看不懂也没有关系 能赌多少算多少 当然能赌更多更好 对吧 如果你看不懂怎么办呢 后续的每一部分开发时 我们都会再次回顾这个具体方案 对吧 我是讲师 我是讲课的 我不可能说 最在这种说你看不懂算了 看懂多少算多少 肯定不行吧 那是不负责任对吧 我知道这会比较抽象 比较难看懂 但是我们这儿先讲完 讲完之后 你看懂多少算多少 然后我们后续每一部分开发 只要涉及到开发相关的设计 我们都会拿出来再去看的 我保证你在学习完这个课程之后 再去看这一张 绝对不会抽象 绝对不能看懂了 这样OK吧 好 那我们就先看第一部分吧 整理架构设计 整理架构设计这些图 一般情况下也是画图的形式来去做 我们看一下 从左到右 一二三四五六 这几层 当然第一个不能算是一个层 算是一个产出物 所以说 按理说我们是分了五层的一个结构 我们按着看一下 最终产出的是页面和API 没有问题对吧 如果说我们把右边 作为一个整体的话 作为一个黑盒的话 那我们这个Sero端最终产出的 就是要么是页面 要么是API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浏览器访问 和前端最接近的是 路这个层 就是路由层 路由层里面呢 我们将要划分VIO和API VIO里面的路由 产出的就是这个页面 API路由产出的就是API 路由层还有交验 比如说我们有登录交验 有数据格式的交验 等等这些 比如说什么非法的 不符合格式的 我们都从路由层给它拦截下 就是返回一个错误信息等等 好 然后再往下是Controller层 就是业务逻辑层 我们这儿要做业务逻辑 要规范返回的格式 然后路由层里的门的东西 我们要调用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 在做业务逻辑处理的时候 还可能会需要拿到数据 对吧 slice层就是数据处理层 有些功能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Redis做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的 广场那个页面 需要一些缓存 对吧 就是Catch层 有些功能需要Catch层 有些功能是需要 从那个service里面 直接去拿这个层 拿这个数据 总之吧 用逻辑层是需要拿到数据 Catch层也是需要拿数据 然后缓存起来 对吧 Catch层一般是用Redis在实现 然后service层里面 就是数据处理格式化 就是把这个数据处理完格式化 然后提供出去就行了 DB就是Cycleize这一层 就是模型定义 通常工作 然后它对应的就是MindCycle OK 另外还有日志 日志之后就是单独拎出来的 最后我们再讲吧 日志这块基本上 最后讲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和上面的逻辑 相关性并不是那么的大 好 所以说最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我们这几层发分 每一层的一个意思 就是层次划分 是在后代开发中 最关键的一款 一般的路由层 Controller层 然后Catch层 service层 然后DB这一层 就是一个中小型系统 或者说中型 再稍微大一点的系统 当然大型系统 可能不会那么划 我说的大型系统 是那种承载 很多很多流量的系统 就是要一个团队 或许个团队 维护的那种系统 他们可能要分好多的服务 当然像我们这种 中型系统 或者中小型系统 这个划分的 一般都是这种形式 来划分就行了 就是路由层 Controller层 Catch和service层 然后DB层 这么划分 就我们这些问题了 比如说 这也是一个 比较清点层的划分的 一种方式 每一层都 每一层的这个作用 就是路由 要无处理 数据处理 格式化 等等这些 还有一个数据可操作 等等这些 所以说 如果严格按照 这一层来划分的话 你的代码将会开发的 非常的整洁 不管是函数 还是类 还是接口 设计的都层次比较明显 比较规范 然后予以维护 大家如果都认同 这种观点的话 都按照这种方式来划分 然后你的代码的 可维护性 可共产性 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 如果你自己开发的 电视项目 我建议你也参考 这种架构设计的方式 去自己划分一下 看看是不是 这种方式 也能满足你的需求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整体架构设计 至于每一层都做什么 它的一些细节 我们会边做边讲 比如说这个图 这个图 我们在这儿看的是第一遍 对吧 那我们会再继续看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第五遍 等等这一些 就是我们会 每次在讲的一些 只要和它有联系的 一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都会拿它再讲一遍 然后对应到 具体的开发功能中来 最终我们等这个课程 最终讲完的时候 然后这个图 应该都没有什么意义 应该就明白了